爸爸啊,奶奶要吃滷鸡蛋 奶奶要吃滷鸡蛋啊,这么多啊? 嗯 那你要吃什么鸡蛋? 香香的 好,我来给你做 鸡蛋你想怎么做? 10个拿来滷,10个拿来酱 鸡蛋两种吃法 鸡蛋做法轻轻旺 我最爱这两样 鸡蛋蒙了10分钟 鸡蛋有一个爆了 这粒吃掉 加点冷水,把它泡凉 再把壳抽出来 一口一个就不用起锅烧油了 本来煮20个,结果破了一个 现在9个拿来酱 10个拿来滷 因为老妈又吃滷了 酱鸡蛋的配料 蒜片 青红辣椒 小洋葱 还有点葱花 全部换往里 再来点芝麻 蒸香 淋上热油,逼出香味 再来一碗酱油 一碗凉白开 两勺香油 老婆自己做的辣椒油 来两勺 来几颗白糖 酒磅均匀 朋友说这个腌皮鞋都香 把鸡蛋放下去 套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一网 剩下10个鸡蛋开始起卤水 来个超简单棒的朝上卤水 家庭配方 酱油 鱼露 盐 食用油 一点老抽 小黄姜 或南姜 再来一包朝上卤6包 煮开5分钟后 再放入喜欢的食材 中小火把食材净卤熟 鸡蛋卤了一个小时 肉熟啦 吃肉咯 卤肉熟啦 这个鸡蛋也泡了一晚上啦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肯定很入味 就是不知道够不够辣 鸡蛋两种吃法 朝上卤鸡蛋 重庆酱鸡蛋 做法好吃又下方 你更喜欢哪一种 评论区告诉我 这几天不能吃辣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好入味啊 是啊 好入味啊 炼了 地盒 还